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要为大家介绍这位 其实严格说起来呢 他应该算是 我在前两三年的时候 因为主持了iRadio的 iSing歌唱擂台创作大赛这样子 然后我就认识了这一位 最近呢 就是在滑手机的时候 突然滑到 他最近有新作品来了 所以说呢 我就 择棋不如庄日啊 那不如就请他到节目里面来好了 郭子恒同学你好 Hello 大家好 这个地方对你来说 是熟悉还是陌生啊 应该是算偏陌生 偏陌生啊 你对中广一点感情都没有就对了 有啊 蛮怀念那时候的 还是说因为十万块 没有落到你的手上 所以你就因此怀恨在心 那也太久以前了吧 三年多前吧 我记得 是 对不对 三年多前的一个暑假 然后那个时候 就是突然办了一个iSing 创作歌唱擂台 然后就有很多的参赛者 都来中广比这样子 然后其中有一个就包括了 郭子恒先生 对不对 OK好 其实郭子恒先生呢 这个自从比赛失礼 不是 我这样说好失礼哦 比赛之后你在干嘛 比赛之后 我想一下 我好像后来那一年底 我去了大陆 北京 真的啊 去参加一个节目 类似那种选秀的节目 可是 他原本是 我本来以为 它是一个音乐性的节目 结果后来呢 后来他其实 就是 他是怎么讲 有点像真人秀 OKOK 选秀的真人秀 然后 暗时禁秀啦 对 但是然后我发现 他音乐的性质 几乎没有 那你去那边干嘛 你是被谁找去的 去那边就是整个 我自己自己 自己报名参加 哈哈哈 你 你要去报名之前 你自己要先弄清楚 人家在干嘛呀 我那时候有来台湾 就是试镜选 选人 然后是表演音乐 OK 对 然后我以为是可以去 那其他人都在干嘛 其他的参赛者都在干嘛 其他的参赛者 也是有 音乐相关 可是大部分是 戏剧或演员 类的 哦这样子啊 对 所以你算了上 在里面 比较怪胎的人物 就对了 是不是 也不能这样说 怎么讲 待了还蛮久 好啦 反正他的重点 就是说呢 他就是之前 就参加了一个 不知道叫什么的 选秀节目 这样子 对 然后呢 就在对岸 待了好一会的时间 你说待了多久 快一年啊 没有没有 待三到四个月 中间有来回 北京台湾 这样 哦这样 哇天哪 就差一点变成是 你知道亚洲巨星啊 对啊 我现在 譬如说那个 对岸啊 或者是其他地方 工作的机会 都不多 对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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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姿恒 好 好啦 好 那其实呢 郭子恒是一个 怎么样的歌手呢 呃 在现在呢 我们呃 听了这一些 他市面上的 几首单曲 或是 最近推出的 这张EP 其实郭子恒 应该算得上是一个 比较偏民谣系的男孩 对不对 嗯 呃 民谣是你的 最爱 还是说 其实你也会 喜欢别的音乐类型 这样 其实民谣 不算是我的最爱 哈哈 那我们 这也 我们现在听的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个算是民谣 对啊 是啊 你说你说 呃 我其实不排斥 任何音乐 我其实都很喜欢 然后因为我 因为我自己是弹木吉他嘛 所以 所以 他那时候到我们 那个录音室里面 来参加那个 i think的时候啊 他弹木吉他的 那个表情 帅帅的 我想说 我突然想到那时候的 对 而且你算得上是在 我们开录的 在前 我记得起码是前三个 就来录的 所以我对你印象很深刻 对 我紧张到爆 我知道啊 你是第一个 对 我那天是整个是 哇 整个紧绷耶 对对 你是第一个 所以说 所以说 我那时候就觉得说 好可惜哦 这个人 对啊 第一个难免都会 紧张啊 或是不知道干嘛 你在摸那个 你在摸那个情绪跟气氛 这样子 对不对 OK好 所以吉他 就是你的 创作的神器就对了 对啊 OK 你说不排斥 任何的曲风的原因 是因为 其实在自己的创作 他叫做East Wave 这个哦 我那时候 也是有点 没来由啊 对啊 没什么来由 你到底是不是团员啊 想到好你跟这个团很不熟一样 他们就是想要 一个什么东方的一个什么 什么浪潮之类的 浪潮席卷什么的 所以叫做East Wave 对不对 然后后来你们的中文团名 正式叫什么 就叫东波 还不叫东浪 是东波 是 OK好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团呢 它是比较 跟我自己个人的曲风 差异性很大 它比较像 你自己个人的作品 是比较偏民谣 偏民谣 那East Wave 比较清新一点 East Wave 比较像最近比较流行的 电子 或是Dream Pop 那一种 你是主唱是不是 对 我是主唱 也是主唱 你的声音很清新 照理来说 是应该像这种 比较文青挂的 民谣挂的 比较适合你的歌声 电子挂的 你撑得住吗 应该还行 可是我自己很喜欢 那一种东西 可喜欢跟唱 真的是两回事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在 因为民谣你太 你掌握度太高了 这样子 你突然要录一个 这么电的东西 会不会刚开始 会有一些KK的卡关 不顺这一些的 刚开始 我觉得可能 刚开始的现场 比较放不开 这样子 因为电子需要 有一些谣的感觉 就跟民谣 比较不一样 民谣很瘦啊 你又是一个 这么害羞的人 对不对 所以说电子的那一种 比较外放的 然后比较谣的那一面 你比较施展不出来 就对了 不会 我觉得现在OK 你花了多久时间 去适应 其实我们 17年初那时候成立 对 然后后来就是 演出啊 花了两天适应 两天就上手 哇很快啊 怎么可能 大概花多久适应 那一种比较开的 比较放的 我觉得可能是到今年 才比较适应 真假的 就之前 成团都这么久了 对 可是我们 因为我们进度蛮慢的 因为其实大家那时候 现在有些不是 就是大家那时候 都是上班族 所以然后 对就是进度 比较缓慢一点 有啦有啦 他比那个时候 来参加 爱信歌唱擂台的时候 还要放开 那时候爱信真的超硬的 有有有 没有 而且他 我跟他 郭子恒一假笑 我马上就可以知道 他在假笑 你知道吗 假的 我说的假笑 是因为你太紧张 可是那个场面 你又必须要 那个用笑容 示人这样子 对啊 好啦 我知道你现在 越来越放得开 好不好 不看 怎么了 你说错话了 没有没有 我先从那个 东波的歌开始听 好不好 好啊 OK好的 东波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 对 曾经发行过两首 19还17 17底 17底 12月 11月12月的时候 等一下这个团还在吗 还在还在 还在哦 对 明年会 有怎么样 发专期 这可以讲了 对不对 这可以讲了 OK 因为一定要发 有拿到补助 对不对 是是是 我有灾 你们看到 那我就是那个 在年底前啊 发得很赶的那种 就有两种状况 第一个 就是要赶得 报金取奖 第二个就是 有拿到当年的补助 那个当年的补助 他们的规定是 当年一定要发 如果没有发的话 补助就不成立 对不对 对 好 他们是属于第二种状况 OK好 今天为大家介绍 郭子恒 然后你现在听到 我们等一下会听到 郭子恒自己的作品 对不对 好 那现在你听到这首歌呢 是他的这个乐团 叫做 East 东波 对不对 东京的波浪 东波 他们的团 这首歌就叫做 My Beautif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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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也没说 坐在这角落 好想有感觉 好想要起飞 我偷看他的脸 靠近他的嘴之间 捧之间 整个眼神 这里是I Like Radio 中广流行网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 Mid Night You and Me 我是豆子 对面做的是 这位创作歌手 他的名字 就叫做郭子恒 你好 哈喽 豆子哥你好 大家好 好的 郭子恒呢 其实在大概三年前的时候呢 有来我们中广 参加过I Sing 创作歌唱 雷太平 我都已经太快忘了 太久了 那个全名了 好我只知道叫I Sing就对了 所以说呢 后来其实 这些人毕业之后 你们这些参赛者 互相联络吗 其实我只有跟 姚光婷有联络 你说十万块得主啊 是 你跟你最大的仇家 还有联络啊 你那时候 一点怨恨都没有吗 没有 那时候就已经是朋友了 那时候就认识了 好 等一下 我帮大家回顾一下 这个比赛 这个比赛的赛制呢 我不能说好跟不好 这样 可是呢 它就是一个 蛮残酷的赛制 就是说呢 这个比赛当中 只有一个第一名 其他第二第三第四名 全部什么奖金都没有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一名呢 就是独拿十万块 对 所以说呢 就算第一名跟第二名的成绩 如果差什么 零点一啊 零点九啊 零点三啊 像这一种的 你十万块就拿不到 这样子 对 所以那个时候姚光婷 其实有很多很被看好的人 然后那个 郭子恒其实也有比到准决 也有比到总决赛嘛 对不对 有有有 对啊 所以你看 眼看了十万 而且我们那时候 我记得是领现金给他了 真的 对那个 那个信封袋里面是现金啊 我们当着你们面 把现金拿给第一名 心里面不会觉得恨恨的吗 不会啦 真的哦 对 现在讲起来感觉 好像不太 不太愿意面对这件事情 不会啊 那个时候还参加比赛的心态是什么 我觉得那时候 那个心态有点 怎么了 我怎么是放这个歌 那时候心态就是 我觉得有点 还没有那么成熟 有点 很多事情都有点怕怕的 这样子 你玩创作几年了 一直都在玩创作 大学到现在都在玩创作 哦 所以说其实也有好一段时间了 对啊 那那个时候知道这个比赛是 别人怂恿你来的呢 还是自己就想要去比 那时候好像就看到比赛就去报 忘记这个比赛是谁 比赛的那个动机是什么 譬如说有些人参加比赛 他只为了求一个发片的机会 他想要求一个出道的机会 然后有些人就真的很单纯 就是我来比比看嘛 这样 那你是什么心态呢 就是想让自己的歌 让更多人听到这样吧 那那个时候比 因为其实 iRadio当时有播嘛 播你们的比赛状况 对 那那个时候歌名 有稍微变得多一些些吗 好像没印象 应该是没有 马上从一个 好像很那个 真诚的突然变成 没有你现在是在指涉 我们的影响力不够 没有不是 想话给我小心一点 过次 没有 那个时候 可是你 你当时表现得不错啊 那时候好像没什么 在经营粉丝团的样子 就是 所以你也没去注意到 对 因为后来有别的参赛者 跟我讲说 真的这个比赛一参加之后 他的比如说粉丝专业啊 或是他相关的一些 他自己觉得知名度 或是网络声量 有稍稍提高一些些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 有热心的听众朋友 会测入你们的 上节目的状况 然后还分段 分段在那个 YouTube上面分享这样子 对 然后就每个人 那个每个参赛者下面 都有一些留言 对啊 我记得看到你 还不错啊 有了想起来了 对 YouTube上面 然后有人 然后 对啊 你到底是 太久远了啦 才三年你久远 配啊你 三年很久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比赛呢 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 有啦 有帮助啊 cheese 帮助在哪里 自己说 就是我觉得有 经验更多 然后 没有就是 我现在回想起来 那一次就是 哇那天就整个进来 这些很紧张 然后 侧录那时候 整个的心情 跟整个人的状态 你自己也有侧录啊 没有没有 就那时候在这里面 OKOK 然后现在就 不会再有那样子的 那种 好像心里会 压力很大 或是 那个好难形容的感觉 就是心里负担会 对 OKOK 所以你现在 因为他之后 你的之后的表演 不管是你个人的表演 或是你跟团的表演 都还是不少这样 你现在站上舞台 还是一个 会容易紧张的男生吗 就比较不会 完全不会像当年那样子 对不对 所以说 现在比较可以享受 在舞台上的感觉 多几次经验 还是有用的嘛 对 对不对 OK好 所以说 有些事情 是真的需要磨的啦 是 好 你现在听到这一首歌呢 是你两年前的作品 对不对 对 叫做 我轻轻对你说 哦 是有故事的是不是 这一首的故事就是 这首故事 其实很简单 就是 那时候分手嘛 然后就写 你写 你写歌的那个灵感 都还是比较小情小爱 是不是 对 但现在开始会 比较把它用的 比较爱一点 比较大一点的爱 就比较不会是爱情 那这个 大家如果还不太熟悉 郭子恒这位创作歌手的话 那现在我们就来听听 郭子恒这首歌咯 好不好 好 这其实还不是 他的新歌 是两年前 他那个时候 分手的作品 你来听听看 这种小清新 写这种伤心情歌的感觉 如何 这首歌就叫做 我轻轻对你说 我轻轻对你说 在耳边对你说 能不能重来过 再次牵你的手 我知道犯了错 也不是像谜不邪 为什么 你轻轻对我说 在耳边对我说 暂时先别联络 因为你会难过 在一切落幕后 谢谢你对我 坦白告诉我 想往的都不曾遗忘过 曾一起追寻的是什么 我轻轻对你说 在耳边对你说 你偷偷亲吻我 是最深刻的梦 青春它逗留走 留进了无止境的黑洞 你轻轻对我说 在耳边对我说 这份爱存在过 就真实存在过 也该让它自由 不振勇 不振勇 我轻轻对你说 在耳边对你说 能不能重来过 再刺激你的手 我知道犯了错 我知道犯了错 也不是想弥不写 你轻轻对我说 在耳边对我说 他写的 estable 好 giace 我轻轻对你说 在耳边对你说 你的声里 偷偷亲吻我 我你是最深刻的梦 青春它都流走 流进了无止境的黑洞 你轻轻对我说 在耳边对我说 这份爱存在过 就只是存在过 也该让它自由 不占有 去爱吧 勇敢去爱吧 就再去爱吧 就再去爱吧 去爱吧 勇敢去爱吧 就再去爱吧 勇敢去爱吧 我轻轻对你说 在耳边对你说 你偷偷亲过我 是最深刻的梦 青春它都流走 流进了无止境的黑洞 你轻轻轻对我说 你轻轻对我说 在耳边对我说 这份爱存在过 就只是存在过 也该让它自由 我轻轻轻对你说 我轻轻对你说 你轻轻对我说 也该让爱自由 不占拥 不占拥 今天来节目的是 这位创作歌手 他的名字就叫做 郭子恒 这个自从三年前 来参加中广的 Issing歌唱擂台之后 我跟他就有点 小小的结识 最近看到他有新作品 觉得非常的开心 就觉得好像 应该请他来节目里面 跟大家聊一聊 最近这两三年的生活 以及被中广放弃之后的感 就是没有得到 十万块之后的 这个状况如何 这样的 所以郭子恒的 个人的演唱会 其实每一次 在面对这种演 因为其实你现在 舞台经营越来越多了 可是真的要面对 自己一个人的 专场这件事情 会不会心态跟去处理 譬如说 团的演唱会 外面的商业演出 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 我觉得个人演唱会 要做的事情很多 就是因为 我觉得我们是独立制作 那比如说 整个演唱会的流程 跟节目的设计 或是歌曲的安排 整个就是 run down 我们是想了很久 思考很久 设计了很久 可是你现在 个人发表的这个 作品还不是很多 所以说在演唱会当中 还是有很多歌曲 是翻唱cover的歌吗 还是说其实 有一些没有发表的歌 你会在演唱会的时候 发表出来 演唱会 其实我个人创作 蛮多的 只是可能都没有发行 所以演唱会上面 都是 只有 我只会 对 几乎都是唱创作 对 就是一些demo 会放在那个 Stri Voice上面 会演那些 所以你在 Stri Voice上面 其实已经 小有知名度了 是不是 也 还好 好客气 就还OK 好客气 大部分都会唱 你自己的 对 几乎都是唱自己的歌 只是这些东西 很可惜的 之前没有进入 录音室 把它完成 是不是 对啊 是为什么 动作会这么慢 还是说 其实真的 就是需要钱 对啊 其实真的 就是需要 资源跟钱 制作费什么的 所以你 录音 你现在像你们这种 创作歌手 还没有算正式 出道的创作 虽然说你在一些 这个数位平台当中 你可以看得到 他个人的作品 可是 真的要算出道 也不算正式出道 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 所以你觉得 就是现阶段 你做音乐最大的难题 还是资金问题 是不是 一定 一直都是啊 如果资金的话 所有的事情 都可以加速很多 所以这件事情 家人的看法是 那时候毕业的时候 其实他们比较担心 因为我是念 电机系的 很好耶 对 所以其实我大部分同学 出去很多的那个 那时候乐星 大家都很好 像有些现在 大家发展都还不错 那时候大家 就是家人就会说 你现在敢开同学会吗 还是会 有也是 有几个会联络 比较常联络的 就是会一起出来 约出来 对 然后那时候家人 就比较担心 就是诶 不去做科技业吗 什么的 你自己想吗 我自己当然是 完全不想 你既然这不是你的兴趣 那时候为什么会念电机 那时候根本什么都不懂 高中毕业 就觉得男孩子 就应该念理工就对 对我就理工 然后我就第一志愿 就电机 就造成那学校的志愿 你可知道 现在第一类组 有多少男生吗 我那时候 我也觉得 我那时候应该念第一类组 因为 毕业写词 我那个时候 第一类组 就已经一堆男生了 更何况到你们这个时候 对不对 对啊 诗算啊 小诗算 不会啦 电机也蛮好玩的 只是如果对音乐上的帮助来说 一定会是念文组的话 会对诗的那些会比较帮助 甚至有人就直接说 你为什么不去考音乐系 或是艺术相关的科技 对不对 对不对 好啦 反正路都已经走到这一边了 对啊 就一人一种命 然后命运安排到这个地方 可能就是必须要施展 更多不一样的力量 然后让你梦想成真 这个过程或许有一些辛苦跟 跟不安 可是呢 还是请你多加油 好啊 我们是如此的看好你 是不是 心 谢谢豆子哥 有在经营脸书粉丝团吗 有啊 有啊 我要怎么搜寻 书IG都是搜寻本名 郭子恒 郭子恒 就搜寻得到 你都不想取艺名哦 想不到 比如包子包啊 有啊 现在有一些粉丝朋友 会叫我杰米 杰米啊 就英文名字 J-E-M-M-Y 可是如果要到这些平台 去搜寻你的话 还是搜寻郭子恒 对不对 对 还是主要是本名 OK好 就是那个孔子的子 对 永恒的恒 对 郭子恒 好啦 你来听听看这位创作歌手 最近的这首新歌 好啦 这首新歌叫做 如果世界上没有了孤独 再一次这些郭子恒 希望你有空偿回中广啦 对不对 好啊 毕竟也不是完全到不熟啊 虽然说我们这边空间有改过啦 对啊 你没有发现空间有 有 之前这边比较大嘛 之前你是在另外一间录音的 不是在这一间 所以是另外一间 太笨了吧 完全忘记这样 好啦 8月24号去看郭子恒的这个 个人的演出 所以如果你喜欢郭子恒的创作郭子恒的歌声的话 到场去帮他加加油打打气 今天再次 谢谢郭子恒同学 谢谢 谢谢 肉之歌 谢谢大家 大家晚安 我只想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买单 一个人逛街 一个人去看电影 我只想一个人牵手 一个人散步 一个人看站 一个人去逛成品 只想一个人坐悄悄班 只想一个人都毛毛在过附近年关 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如果世界上没有了孤独 我大概早就把我的生命结束 再多么艰辛的路 再多么辛苦 我都要自己去领悟 如果世界上没有了孤独 我大概早就把我的生命结束 但如果想起了你 就闭上眼睛和你的灵魂 一起跳舞 一起在宇宙漫步 一起跳舞 一起在在在在月球漫步 我只想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买单 一个人逛街 一个人去看电影 去看电影 我只想一个人牵手 一个人散步 一个人看站 一个人去逛成品 去逛成品 我只想一个人慷慨 一个人爬上 一个人夜餐 一个人出过旅行 出过旅行 我只想一个人大笑 一个人狂欢 一个人享受浪漫 这一年天到我都会跳舞 这样子 我只想一个人来 能够描远 也好 如果世界上没有了孤独 我大概早就把我的生命结束 再多么真心的路 再多么辛苦 我都要自己去领悟 如果世界上没有了孤独 我大概早就把我的生命结束 但如果想起了你 就闭上眼睛 你的灵魂 一起跳舞 一起在宇宙漫步 一起跳舞 一起在宇宙漫步 如果世界上没有了孤独 我大概早就把我的生命结束 再多么真心的路 再多么辛苦 我都要自己去领悟 如果世界上没有了孤独 我大概早就把我的生命结束 但如果想起了你 但如果想起了你 就闭上眼睛 你的灵魂 你的灵魂 一起跳舞 在宇宇宙漫步 一起在宇宙漫步 一起在宇宙漫步 一切宇宙漫步 一起跳舞 一起在在在月球漫步 中文字幕 李宗盛